所以剛剛的那個部分就是大概幾個重點 錄製之後的話把它改寫啦 不過因為錄製我們現在的版本是最新的 是add chat2 那add chat2的話呢 會有個問題就是相容性問題 就舊版就沒辦法執行 像剛剛就有好幾個同學回去 一run之後發現就不行了 有沒有 因為你的版本可能不是舊版的 當然不可能說要求每一個人 都用到最新的版本 所以呢 這個地方的話 我就想一個方法 那你可以改成add chat不要惡啦 也是可以 但是add chat2剛剛的同學有試過 就是那個 它那個坐標 它的位置好像沒辦法移動 會有出錯 所以這個問題我也遇過啦 所以後來我就找了一個 它內部的一個叫chart object 裡面有個add的方法 那這個方法的話 基本上就比較沒有問題 就是說它移動坐標 跟它的調整大小都沒問題 所以以後的話 你假設啦 乾脆就把這個當範本就好了 有沒有 其實因為我 那這個這一行怎麼來的 其實是試出來的嘛 很多時候的話 當然找很多的資料 然後最後的話發現呢 結果解決問題 大家徹底 最後發現這個 這個方法應該是目前最好的解法 OK 所以如果你有更好的解法 歡迎再告訴我一下 看有沒有更好的 可以呢 繪製圖 然後又 程式又簡單 然後又沒問題 又輕減 那當然是最好的方法 那這樣這個 這個部分 我之所以會產生這個程式 也是我反正試了很多 很多種方法 之後得到的結論啦 所以有的東西 我放在雲端上面的 都是已經是 盡可能的把它輕減 如果當然不需要的東西 盡量把它剔除掉啦 還有呢 也思考說怎麼方法 什麼樣的方法 產生你要的程式是最簡單 盡量就不 就是最穩定 最不會出錯 的一個方式啦 當然如果有更好的 你也可以再跟我講一下 也許我可以接受 那當然呢 你想說 老師那我直接用Python來畫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Python都可以做出一樣的事情 只是說 如果你用Python來做的話 我是覺得 對一般來說 因為畢竟 不是每個人每天都在接觸程式 也不是每個人都在寫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用Excel會比較習慣的話 我建議你乾脆把 在VBA裡面如何繪圖部分功能 把它盡量學熟啦 我覺得基本上 用起來好像就比較順 比較怎麼講 比較不用說 你還要特別為了說畫個圖 然後還要把那個 Python一定要學到某個程度 然後呢 你要去執行它 然後執行它 就不是說執行就算了 你程式怎麼寫你還要知道 另外的話呢 還要裝很多東西耶 你要把圖跑出來 還要裝好幾個外掛 你如果外掛沒裝的話 那也跑不出來 所以我發現喔 感覺這個應該是比較快的捷徑的啦 不然的話 你為了說 你要畫出圖 用更繞遠路的方式 當然不是很合理的喔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剛剛已經把那個圓形圖的聚集錄下來 然後呢 並且喔 把它稍微做一個 做一個 這個 重新再命名一下 因為本來是聚集 二、三、四吧 我剛剛改成叫圓形圖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基本上可以改哪些地方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的話 你可以看到 其實如果你要增加一個圓形圖 很簡單 主要應該是 只要兩行就好了 第一行這個 選範圍要不要 其實這個不用喔 因為喔 你會發現這一行是多餘的 這一行把它註解掉 它這個add 怎麼了 add 插2 然後你會發現這251 跟那個 xl 這個實際上呢 基本上就是畫圓形圖 點slate之後的話 那第二行這個 sets sauce sauce data有沒有 其實就後面這個範圍 其實這個還可以再改啦 如果你要改的話 因為它是按照順序給參數 所以這個可以拿掉 sauce 那 前號等於這個可以拿掉 另外的話 ranges 因為在同一個工作表 所以喔 上面 前面的這個部分喔 工作表名稱可以拿掉 然後呢 前號可以拿掉 有沒有 其實改成這樣 我們來執心給各位看 執心 有沒有 這都出來了 只是說位置 沒辦法調整 當然你可以再加參數 我講過 你可以在這個後面 加上它的位置跟它的大小 在这个参数的后面 第二个的话就是什么 第二段程式就是要把它的资料标签叫出来 并且怎么样 要把那个资料标签放在外侧 那怎么实行 基本上一样就是说 我们聚集2 其实前面这两行应该可以删掉 它这种CREATE OBJUTS 所以你会发现 它有的地方 不是用那个 ADDCHARP 那这个地方它用CREATE OBJUTS 所以这个CREATE OBJUTS就我刚刚用的 那这两行其实可以把它注解掉 一样的东西 可能我点了两下吧 这两行可以拿掉 那底下的话就是什么 它把那个Active CHARP 的Full Serious 意思就是这个 这个里面的东西 要把它做点选动作 所以我们先按F8 先跑一下这个 我刚刚是想 点一下这个大的圆柄图 有没有 点一下这个动作 实际上在VBA里面就是哪一个 其实理论上因为只会有一个圆柄图啦 除非说你在你这个工作表里面有好几个圆柄图 那它可能要小心是第几个 第一个点SLECT 然后呢 它要我们怎么样 SET通常是修改 修改里面的ELEMENT ELEMENT就是它的元素 然后怎么样 把它关键应该是这个LABEL LABEL就标签 LABEL的标签 OUTSIDE END OUTSIDE END 这边的其实就是终点外侧嘛 有没有 其实所以哦 以后如果你要别的话 其实用录制去再点一下就可以 所以这个终点外侧看一下F8 有没有 外面有了 但是呢 要把什么 把这个外面的标签 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它的类别名称 所以这边的话呢 一样 它这边多一行是 这个点SLECT 不是它是多一个子物件 叫做DATA LABEL DATA LABEL 那DATA LABEL 应该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这个东西 有没有 这个东西叫什么 Full Serial Connection 这个应该是指的这整个啦 所以这个有每个物件 关系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如果你都知道这个关系的话 以后你要做设计就比较简单了 DATA LABEL DATA LABEL DATA LABEL 应该指的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点其中一个 它就会用这一行可以叙述 然后再来怎么样 把它的类别名称 打开 打开的话其实就等于 True 所以你会发现这一行的话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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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n 这是它的类别名称 把它打开 所以这个的话呢 就是指的是这个 它有一个属性 叫Emma Show Show它的类别名称 等于 True OK Tru的话就打开 当然等于 False 就关闭了 等于 True 等于 False 把它的百分比 所以它这个 百分比 就是百分比 要不要称 要 那最后的话呢 把它的值关掉 值的话就称 Value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慢慢有一些关键字 可能 你慢慢熟悉之后 你就比较知道说 怎么样去做一个 取一反三 然后这关掉 False 那最后的话 这边有个什么 Application Command Bus Format Object Value 这一行好像多出来 这不知道哪里跑出来 这一行其实应该可以删掉 因为这个没有必要 而且你执行好像也没什么状况 所以这一行应该可以把它注解掉 所以理论上就这几行 甚至可以把它搬到下面 这是第二阶段 所以第一阶段是把图跑出来 第二阶段的话呢 是把这个标签给做出来 那第三个单 第三个单 这个阶段的话就是 再把这个给炸裂出来 那这个要怎么炸裂出来 基本上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我把它 摆在聚集3 那其实Active这一行 其实也可以把它拿掉 因为目前已经是选举状态 所以这一行可以不需要 那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的话 应该要先把 怎么把它炸裂出来 那其实我们是 刚刚做几个动作嘛 一是点选这个 有没有 二再点选一下 这个 三再把它拉出来 有没有 那所以呢 等于是有三个动作 那三个动作呢 在VBA里面呢 刚好就三行 哪三行 这个 所以一 整个选取起来 二 把其中一个选起来 第三个的话 把它炸裂出来 所以刚好三行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 所以整个选取就这一行 Active chart 整个选起来 点slate 那第二个的话 要选其中一个 不过你会发现 选其中一个叫什么 点point point is 1 所以理论上 这是不是意思是这样 这个是point is 1 那2应该是哪一个 不知道 是不是会是这一个 3 所以理论上这样 4 5 6 7 对不对 我再推想啦 如果不知道 不确定的话 没关系 你4就知道了 OK 我们先把台北这一块 把它拉出来 那如果你要把它拉出多少的话 它叫什么 它叫 expulsion 就是把它什么 炸出来 往外移动 距离多少 12 12是多少 其实不知道 没关系 12应该是这个点吧 大概这样 好不好 那如果说 假如 我们假设要把新北市炸出来的话 那炸个一点点6好了 那是不是把这边改成2看看 其实我不确定 这边把它改成6看看 如果再跑一次看看 这个 没错 有没有 你会发现这边一选到了 然后炸出来6 有没有 那其实还可以这样做 假设这边是 假设这边是 假设这边可以炸12 18 就是偶数好了 就这样不是说 马上可以有一个绕圈圈的感觉出现了 对不对 那你就跑个回圈就好了 对不对 那以前的话 你如果每个都要一个一个慢慢点的话 那慢慢花时间了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完成 所以这个重点应该就是什么 Points 哪一个Points 第几个 那理论上是从 应该是 顺时针方向绕 然后右上角那个应该是第一个 OK 这样绕 所以这个大概有概念之后的话 以后可以 照这个方式来完成 好 所以我们把它改回来了 这个是1 这个是12好了 所以第一段的话是什么 聚集1 这个的话就是什么 其实甚至你可以在后面加上注解 这个就产生圆形图 然后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资料标签 那这个注解的话 可以自己再加一下 资料标签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什么 把那个什么 把那个台北的 台北部分 把它什么 炸 这样什么 Explosion 应该是炸开 可是这样炸 炸开 12点 这样 类似这样 OK 给个名称 最后其实可以把它串在一起 如果它串在一起的话 我们就可以再增加一个 这边有一个叫 就是这个 这个程式 这就上个礼拜做的 甚至可以把这个 玩 total整个 可以怎么样 把它结合在一起 结合的话 就是这个应该是第一段 你可以把这个复制过来 甚至上面可以做一个标 注解1 然后甚至是什么 产生圆形图 2的话就是在这边加个注解 2 然后这个是资料标签加上去 甚至这边的话可以把这一段给复制 到这里 第三段的话呢 就是加上那个 这个炸开 这个台北 然后给它距离12点 所以分别的话 再把这个程式给放到这边来 好 那这个就total了 这样看我觉得会比较 比较能够掌握 不然的话 如果你一次 全部都做完的话 我怕 说有些同学 突然看到这么多程式 眼睛都花了 不知道怎么去做 然后呢 还可以再修改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后面可以给坐标 坐标应该放哪里呢 也许我们把它放在 我看一下 放在 这个位置好了 就是 就是 因为我可能要把它放右边一点 所以呢 我右 右边一点的话 就给它数字大一点 500 然后高 的话 就是从 这条线往下 10 宽跟高的话 大概就是 300 跟200 好了 多这个 因为位置 跟它的大小 那因为我为了说 它的右边放直条图 左边放 这个圆形图 所以我就把它放这边 看一下 这样子 资新 有了 在这里 然后再来 不过你会发现 它只有画一个空的 那范围给它 这样就出来了 另外的话 我把它这边拉过来到这里 然后再来一样 就是 我们资料标签增加上去 然后就是 把那一块给炸出来 OK 这样的话 就大功告成了 不过 剩下这上面的销售 这边可以改一个 这里下的Legend 这个可以拿掉 所以你其实可以怎么 假设你要再加标题 再加上那个什么 加上那个Legend把它关掉 其实你可以再拿什么 拿这边的程式拿来用 这些 然后把它加到哪里 加到后面就可以 所以 所以 如果我今天要加这个动作的话 其实可以怎么 把这个贴上 但是它前面一定还是要加上 那个ActiveChart 所以ActiveChart 先把它复制过来 一个 然后各分店业绩 并且颜色改一下 就是刚刚的动作 其实这三行就是拿刚刚的三行 把它前面加 因为我没有Wiz 把它按一个Shift加Table 移动 然后把它移上来 假设这四行又加上去的话 然后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改变 名称 然后它的那个什么 字大小 调一下 然后颜色改一下 就是刚刚的动作 并且把底下的图力关掉 OK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那另外 这个旁边的十条图也可以画出来 那这边的话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让它那个 这边又一个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OK 我现在最后是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 那只是说 刚刚的那个录制部分的话 还是一样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它是符合2016的 一样喔 如果你把这个程式 拿到那个旧的版本去run 一样会有同样的问题 什么 没办法run 所以怎么办呢 改一下吧 怎么改 可以拿刚刚的程式拿来做修改 就OK了 那请各位试试看这个地方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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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大家可以做个掌描